这里操作者重点 第一个这里要90度 另外这里对身体 也就是肩这里也是要90度 那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轴要对胸而不是轴对肩 错误的是这样过来 那这样轴对肩就没有力量 而且是在用手的力量 所以一定要稍微靠过来 好那这时候就变轴对胸 这才是标准的动作 它轴不是对到正中央 而是对到胸而已 这里它已经超出90度 一看就知道 这个动作为何会超出90度 表示它的身体太后面 所以它身体还要往前一点 这样你看它的角度就出来 那太后变成怎么样 力量就下不去 因为它在前面 等于它的轴对到头上 如果往前 这样它是可以对到胸 那这样身体的力量也可以沉下去 然后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它变形了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它这里的角度也会变大 这里变大 同时这里也变大 那两个都已经变形了 所以这时候要调整姿势 一定是怎样 往前靠 一般重心要低 所以这样它如果能够重心低 就是它这里是平的 它还要蹲低一点 就是蹲下来低 那是整个沉下来的动作 所以一般会犯错 就是像如果刚刚这样重心太高 那重力量是比较轻 也不能说是错 但是如果你要揉身 是要靠重心往下沉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 稍微蹲低一点 那这样就能够做到更深沉 所以力量的大小 是由身体来调整的 而非用手的力量 这个手轻触着 然后工具拿好 掌心向上 这里90度 还有这里也要90度 然后如果我刚刚讲的 如果站这样重心太高的话 那个力量就下不去 所以力量要大 一定要蹲低一点 而是屁股往下沉 而非屁股往上翘 翘了就没力了 一般容易犯错的是在这里 记得它的要点 肘这里90度 这里到肩也是90度 然后肘要对胸 而非对肩 这样姿势也错 所以一定要这样调整过来 这样才是标准动作 好 大家现在这样要注意的就是 这里有没有90度 还有这里有没有90度 哦 这里90度 这里90度 这是第一点要注意 这是第一点要注意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轴是对肩呢 还是轴是对胸呢 如果对胸那就标准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这里侧面的姿势 这里如果是这样 有一点平的话 很显然 它那个重心不够低 那也就是它揉的是比较表层 这个揉不到深层 那如果要揉在更深层一点的时候 重心就要怎么样 低一点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弓箭步 才能够做出来 也就是前面的力量就要蹲低 那整个它屁股是怎么样 往下沉的 是这样往下沉 而不是像它刚刚这样 像刚刚这样的话 翘起来 它是力量进不去的 所以这时候是怎么样 整个沉下来 这样往下沉 这样力量就变大了 第一个 弓箭步 轻触 工具拿出来 掌心向上 90度 90度 然后 下去的时候 记得身体要稍微靠 靠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靠 有时候直直的 就变 肘对肩 就错了 肘对胸 好 那如果刚刚的姿势容易犯错 一般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屁股上来了 那这个力量是不扎实的 所以如果你要揉到很扎实 重心势必要怎么样 往下沉 就是我刚刚讲 蹲低一点 那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好 然后第二点 第三点 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把它稍微拨过来一点 那这样你的力量就怎么样 不用到这里 又更下去 这样方便于操作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里工具都拿好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 整体的姿势 它是要往下沉 而非 我们一般这样 甚至有人在坐这里就这样 这样是做不出来 就是会很累 然后一般都是在用手的力量 他不懂得怎么样 这里沉下来的力量 那这样才能够做到很轻松 患者被揉的时候 也会感觉很舒服 这个高低是准备让我们揉身跟浅 那这个稍微清楚 那第一点假设在这里 好 我们就直接 直接靠过去 肘对胸 然后不能 踏胸 埋头骨干 这个是不行 所以头还是要有高度 好 那这样 那你看手它只是来回 它不是在用满什么满力 那如果我要揉身 我下去它就力量加大了 但手是没有力量 这里最重要会犯错的就是站 站的位置 一站错就没有了 有些一站这样你就知道 那这个就偏了 它可能就变斜了 所以一般站姿你看第一脚 它一定是缩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再站开 那如果回到这样 就是变这样 那你如果站这样开 那表示这样 那当然就揉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说站 已经决定你的对跟错了 第一个就是站姿已经出了问题 就是大部分都站在比较往前面 但是到枕骨这里来就要很小心 这里一定是这样 啊腿一定是张开 稍微微微张开这样 它是在你身体的正中央 而非你的脚站到这里来 然后为了这样方便来 这样一定是错 所以一定是这样 这样对过来才可以 那对过来怎么站呢 这一脚过来 然后这脚过来之后 这一脚往后拉 这样 那等于有一点 如果回到正位 很可能就变这样 然后后面脚 有没有看到 它整个是撑开 我的重心是怎么样 直接对着它 但你没有对着它 那你这样就是错了 这样整个身体就扭曲了 所以就是在第一步 已经种下下面不可往回的 所有姿势的错了 那这一步所以我认为 反而看起来是最重要的 好那这样站 这样就可以再做出来 你看后脚也微蹲了 这一脚也那个 那这样整个重心就可以怎么样 下沉下去 你看我的后脚有没有 微蹲 然后下来 然后那这个力量 只是轻轻扶着 那这样往下力量就大了 我起来 如果你屁股翘这样 那这样没有力 我下来 越下来就越有力 所以重心就往 下来是哪里 那个后腿是怎么样 围曲啦 就没有打直了 那整骨下沿学习的人 容易犯错的 就是站在头 以为这样是对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 最主要是 以整骨下沿这一条线 然后对着你的中线 那一般犯错 如果跨足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比如说他弓箭步的时候走来 那这一脚不动 或是直接往后拉 那身体就变成这样 站起来又斜斜的 身体一定是都直的 然后直的还要对这里 所以显然他这一脚 本来这样是对的 但是当他这一脚移过去的 整个重心移过来 又变成斜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对准 第二个跨出去之后 然后这一脚也要往外 往外往后 那这样身体才能取得一个平衡 那这时候 整骨下沿 也就对着你的中线 这样身体才是平直的 要不然你下去身体就开始扭曲 然后力量就分散 如果做错会变成怎么样呢 如果你这一脚没有张开 往外往后退 如果说我们这样 站好 虽然是中线 但是他如果这样 然后直接往后退 哇身体就变斜了 那斜的时候他变成 屁股就往外了 那往外了 他这样就不中正 然后为了要顶到骨肉肩 他势必要这样转过来 要转过来 他这里又扭曲变形 那这样揉就有问题了 整个重心就失去 这是最容易犯的 而做不出来的原因之一 这个就是后腿 他们后腿就是打直了 那打直就是靠身体的力量 没有弹性 所以他下不来 后脚应该是稍微微蹲 但是你们是怎么样 站直的 只要这一脚虽然蹲 这一脚打直 他也做不大出来 因为他就不容易把 你的下半身沉下来 因为他打直了 然后他硬邦邦的下不来 所以他只能用手的蛮力在做 所以他会很累 患者也会很累 患者也会很累 错在这里 第一个他们站 大概有些站到这里来都有可能 离床岩 这是第一个 等于他们是站这样 对着头 好像也没有错 因为他们看我的脚跨出去 他们也跟着跨 他们认为这样比较好跨 但是没有想到 他这一个腿大概就在这里 就是因为第一步错了 接下来他整个 好那揉的时候会变怎样 好 你们看不到的就是后面 这里就变形了 这里整个就变形 错的 这个是错误的 你看只有微微的变化 他是错在哪里 看起来好像还蛮标准的 但第一个我就发现到他怎么样 这一个凹进去 他是这样 他这里怎么样 扭去变形了 因为他这一脚站得太前面 这一脚他站得太前面 那这里就会变凹 那本来这一个身体是 你看整体是直线下来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 就凹下去了 这样他就不容易做出来 光一点点他就不容易做出来 站到这里来 也有这样 那站这里站这里 他这样宽了 变成身体是斜着对 那这样坐下来会怎么样 他最后怎么样 也是一样 那个身体就变成又扭了 他一定要扭才有办法做 所以这个就是变形的 我们现在要来示范的是 整骨下沿 铜侧的按推方法 铜侧 第一个 你的站姿 一定要怎么样 先对着这个中线 然后铜侧采用的按推是跪姿的方式 好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 这一脚最好不要站出去 还是要以床沿 这个为主 那第二个 这一脚的跪姿 尽量也是靠床沿 不要太后面 太后面 等一下身体就会倾斜了 这个也不对 所以跪姿 这一脚也要注意一下 那这一脚跪到接近床沿 然后后脚 脚尖着地 它是呈现直的 不要歪出去 跪姿都做站好之后 我们的工具采用 手肘掌心向上 那第一点找出来之后 直接就放上去 那要放上去 身体一定是怎么样 从下盘往前移 你才有办法放 这样 所以身体有稍微提高一点 不能坐在你的小腿 这样身体就倾斜了 不是这样揉 不是身体靠过去 下盘不移动 而是怎么样 下盘提起来之后 然后整个往前挪 这样你才有办法放上去 好 那这样放上去之后 这个肘对下巴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一点 我们就这样开始揉 按推 好 第一点按推 来回 那第二点呢 稍微下来一点点 那你身体就往后一点 那往后不是身体在往后 连整个下盘 都有一点往后的意识 好 那第三点 下盘更往后了 然后把身体带往后面 好 这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 下盘要把身体带得更下来 往下沉的时候 比较难做 所以我们可以把头稍微往外 翻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不用蹲那么低 好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 好 这里还要注意的几个 就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 不要刚刚讲的 塌腰 塌腰就是怎么样 它下盘没有动 然后身体直接就过去 那这里感觉就塌下去 这样是不容易做出来的 好 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同侧要注意的 还有刚刚讲 为什么脚不能往前挪 如果你往前挪 这里空间就变小 不容易做 所以这里如果这样 膝盖是可以往前 但是脚不要移出去 这样你身体下盘 比较容易挪动 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尽量不要超出去 那我们整骨同侧的下盘 按推方法是这样 那颈部也是一样 颈部第一个 它也是掌心向上 但是它会有变 就是它要直线下来 它那个手法可以这样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就跟下面了 所以它的手是这样 下来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以上是整骨下盐 同侧的按推方法 那另外容易揉错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要对中线 有些人一跪之下来 比如说 他这一脚挪出来了 他身体就倾斜了 所以这一脚尽量不要挪出来 就是保持身体还是往前的 那如果是这样斜斜的 也不容易做 你身体就要扭曲 那你从后面就几乎可以看得出来 那有些人虽然没有 但是他一开始站就站错 比如说 他就是对着头 你的中线对过去就对着头 那这样你也是身体会扭曲 所以你一开始蹲下来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这一脚 虽然是在这里 但是这一脚呢 因为你要保持中线 所以你自己要调一个适合的 比如说我挪过来 这样就对到中线 那如果你蹲到太前面 那都是对着头 那你身体一定是变形 所以这两脚如何取得 张开的时候让你的身体重心 这个中线对准它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这样对准它 之后你身体直接就靠过去 那这样身体就不会扭曲变形 好 那这样就容易做了 好 所以这几个要项 第一个要对中线 第二个脚 两脚蹲的 第一个不要太超出去 那这一脚呢也是要靠床沿 同样它往外的时候 这两脚让你的中心点对这一条 那这样就可以比较容易揉出来 然后太后面也不行 太后面身体会往前请 比如说太后面这样就往前了 这个也不好做 等于你身体进去 但下盘都不动 这个也是错 因为我们要揉的按推的时候 下盘是要提起来 然后下盘把身体带往前 这样才能按推 以上这几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